总部设在首尔的人权组织 转型正义工作组21日指出 2006至2017年间 北韩在咸进北道风溪里 秘密进行了6次核事 不设物质可能已扩散到 该核市场附近的8个县市 那里有超过100万北韩人居住 地沙水在当地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 而由于北韩走私出口的农渔产品猖獗 民国南韩、中国和日本 也可能面临风险 中国社区媒体谣传 日本龙脚伞猴糖对缓解COVID-19症状有效 造成中国游客狂买疼货 日本全国出现缺货状况 引发猴糖危机 由于日本花粉剂即将到来 绝对有花粉症的民众喉咙不适 都需要吃猴糖 让日本网友纷纷上网留言 要中国人停止扫货 龙脚伞公司则在官网声明致歉 将努力恢复正常供货 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 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 在内的超过30个国家 全都会支持禁止俄罗斯、白俄罗斯选手 参加包括2024巴黎奥运 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 此举增加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压力 国际奥会迫切希望 别让2024巴黎奥运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支离破碎 土耳其南部6日遭规模7.8地震和不断余震袭 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北部的断层水平错动 在地球表面撕裂出两条巨大的裂缝 其中一条较长的大裂缝横跨约300公里 地址专家直至 这条裂缝相当于台湾本岛的总长度 而另一条长度较短但也有约125公里长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